来源 广州日报 记者 黄维 一部动漫作品灌篮高手激励着无数青少年走上篮球场 而他们当中的佼佼者甚至走上了职业球员的道路 参加超级八妖锦赛的新世纪球员和周年 日本黄金帝王队球员暗断龙一 甚至广东红远和新球员周鹏都是这部作品的粉丝 他们在谈到优秀动漫作品对自己的影响时 不约而同地表示希望更多优秀体育动漫面试 激励更多的年轻人 被作者轻点当漫画主角 暗本与灌篮高手结下不解之缘 在参加超级八妖锦赛的日本V联赛球队黄金帝王队中 暗本容易并不显眼 官方身高一 76米的他在场上看起来显得更加哀笑 虽然这样 但时常一脸笑容的暗本在场上丝毫无惧对抗 面对比他高20厘米的高大后卫是家常便饭 在处理球的时候他总是能找到很好的方法 暗本是黄金帝王队的王牌球员 球队的官方网站有五张焦点图 其中四张都有他的身影 尽管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但实际上他在日本早就很火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出现在日本知名漫画家锦上雄艳的作品 灌篮高手中 在锦上最新的作品中描述的是在架空的背景下 暗本率领黄金帝王队克服千辛万苦 在联赛称霸 在亚洲称雄 最终进入NBA典行加蒙萨克拉门陀国王队的故事 这些故事情节让您见到了 暗本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颇为谦逊 能够成为锦上老师作品的主角已经让我非常高兴了 当然这个故事是架空的 但里面传递的精神是一支球队能够凭借顽强的意志和拼搏的精神 达到此前不敢想象的高度 这也是我想表达的 暗本今年27岁 是日本国家集训队的常客 他在少年时期就十分喜欢篮球 我从小就立志 希望以打职业篮球为生 但一直不知道如何走上这条路 暗本回忆说 当他还在当地的北中城高中一年级篮球社的时候 黄金帝王队在他的家乡组建了 当时暗本不知天高地厚 觉得自己平时球打得不错 就跟着几位同学去围观这支球队 结果当走进球队主场 看到火爆的场面时 他们立即被震住了 从那时开始 我就下定决心要打职业篮球 暗本说 少年时期的暗本对灌篮高手的印象特别深刻 那时候 这部作品对我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我非常喜欢江北的后卫工程良田 暗本说 工程良田虽然只有168米 但他的控球很好 组织能力强 身体素质出色 也有坚强的意志 也有坚强的意志 暗本的身高也不高 时常在场上对未比自己高出许多的对手 所以他对工程这个角色理解颇深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幕是 当时江北在进军全国大赛的时候和灵篮高中进行生死战 工程良田晃过比他高出快20厘米的灵篮王牌仙道成功上篮 他在完成上篮后对仙道说 你认为你随时都能封干吗 这一幕我看了之后十分激动 久久不能忘怀 暗本激动的说 景上雄雁和暗本龙翼还当面谈过这一情节 景上还赠送给了暗本一幅他手绘的工程良田的手稿 暗本一直珍藏在家里 对于景上画出的NBA情节 暗本也有自己的想法 对于每一名篮球运动员来说 NBA都是最高的殿堂和梦想 暗本说 虽然漫画里有我家蒙国王的情节 但我自己最喜欢的球队是勇士和财尔特人 我们交手过的新世纪 万元萨林杰曾是绿军球员 水平很高 但首先 我希望自己能帮助球队在亚洲篮坛得到更多关注 CBA有众多灌篮高手粉丝和周缅周鹏都爱一幕花道 有趣的是 和暗本在这次超级八妖锦赛中交手的新世纪南篮队中也有一位灌篮高手的铁杆粉丝 何周缅 何周缅对灌篮高手的热爱也是从少年时期开始的 第一次看到这部动画片时 我也在打篮球 当时觉得非常新奇 情节很吸引人 何周缅回忆到 我当时大概是三四岁 还没有接受很专业和系统的训练 看到了动画片中的训练情节 让我对未来的训练生活有了期待和向往 这部作品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情节 最让阿眠感动的是 对中的三分射手三锦兽浪子回头的一幕 印象最深刻的是三锦兽跪在MG教练面前 说我想打篮球的那一幕 篮球这项运动把原来的不良少年带回了篮球场 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拯救了他的人生 何周缅坦言 这部作品里他最喜欢的人物是樱木花道 他有很好的天赋 虽然他没有食妖基础 但是他对于篮球的热爱让人感动 他也特别刻苦训练 樱木花道为了提高自己的中投能力 一周练习中投两万次 靠着这一突击得来的中投能力 他在和实力强大的山王功高的比赛中 最后时刻投进绝杀球 这是对篮球的赤子之心 确实让人感动 阿眠回忆 当时他和小伙伴们每天围着电视机追动画片 但每天才播放一集太不归隐 后来大家一起凑钱去买漫画书 然后互相传阅 这也是他年少时的一段难忘回忆 除了何周缅 红远核心球员周鹏对这部动漫作品也有别样的感情 周鹏也是樱木花道的粉丝 他曾经立以樱木的漫画形象作为自己的微博头像 在上赛季CBA结束后 他还在假期专门带着妻子到日本去寻找当年出现在灌篮高手动画片片头的场景 两人还拿着刘川峰与樱木的玩偶合影留念 无独有偶 另一支广东球队 广州证券队中也有灌篮高手的铁杆粉丝 朱旭航同样是樱木花道粉丝的他 除了发型像及了樱木的光头 甚至他选择的时候球衣跟樱木也是同一个号码 他宿舍的床头甚至贴满了灌篮高手的海报 灌篮高手从漫画到文化符号 篮球在日本有冷箭变热 这部经典作品已经超出了漫画或者篮球的范畴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 它的原名称叫Slamdang 执意过来意为猛烈的扣篮 也常被简称为SD 在日本甚至有一代年轻人自称SD世代 上世纪90年代 在这部漫画刚刚推出的时候 篮球在日本还是冷门运动 这部作品中鲜活生动而饱满的人物形象 和其中让人热血的台词激励了无数人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漫画面事后引发了大批学生加入篮球社团的热潮 2007年这部漫画奇迹般的突破了一亿测的销量 漫画的原作者景上雄雁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他拿出作品的部分版税 设立了Slamdang 奖学金 用以援助在日本高中毕业后 希望在美国上大学 或者作为职业运动员 继续从事篮球竞技活动 且运动能力出色的学生 景上雄雁的原话是 并不是抱着让某个选手留学去NBA打球 作为绝对目标 因为选手肯定会遇到瓶颈 而让他打破瓶颈到美国积累经验是可取的 他们再去过美国之后 再回来为日本篮球界做点事情也可以 这对日本篮球界整体水平的提高或多或少都会有影响 所以这个奖学金一直坚持到现在 这一奖学金的第一名受益者并里程 现在已经成了日本联赛资贺湖心队的一名职业球员 漫画和现实的交汇让人感动 而体育运动方面的动漫作品 带来的激励更是长久的 无分国际的